马 干嘛 我那个麦克艾尔那个笔记本在装东西 那边那台机器在恢复东西 结果实在是什么也干不了了 下去玩一球 去吧 你参加 你是都做完了吗 可以上船了 你以前经常是做完了以后我就上船了 然后十分钟之内就说 还要加点什么 要改点什么 所以这次我不是学乖了吗 给老公做韭菜鸡蛋的大饺子 在面粉里搞上一点生面的源泉 每次活面呀都要废了牛症了 我看看我老公愿不愿帮忙出手相助 哎呀 这个面呀太硬了 你给揉揉呀 太好了 好 今天正 来应量 啊 谢谢 韭菜鲜虾鸡蛋大包子 准备开干 起锅烧油 加入橄榄树上的橄榄油 一个大虾剪开包皮 把虾馅去掉 把这个绿绿的黄黄的 还有小虾米倒在锅里搅拌均匀 为了防止这个蒸天粘呢 抹上一层橄榄油 正在打游戏 大将军 给赶几个饺子皮 嗯 好 好 可以的可以的 大将军呐 嗯 赶几个饺子皮 这个饺子就是没有发面 也是蒸饺 就这样 给你展示一下我们大将军的活面的手艺 不硬一点 他这个呢 就那个 踏了 然后漏了 就这个 对 上面 面子那个 筋都熟了 手法鲜熟 大将军的 娴熟的 擀皮技法 又圆又均匀啊 真的不错 搅上适量的馅放到面皮里 这么一对折捏紧 然后这两边也给他把口捏紧 哎 两边都捏紧 然后呢 再捏一下 这就是一个超级的大饺子咯 今天是蒸饺 谢谢 看这个大白白胖胖的大饺子多好 给他放到蒸箱里 给他蒸一个桑拿 再放一根玉米 陪睡 饺子在这个蒸箱里边蒸桑拿呢 给他的大饺子 出锅了 那在人生交往上应该注意什么呀 你还小 有点是你不懂 韭菜馅的大饺子 真鲜 好吃 好吃 兄弟姐妹们也要照顾好自己 开开心心的呀 快烦了 好吃 好吃 我 乖 你看